Hello大家好,我是凌薇 原来饭店的拉面是这样做的 难怪随便一拉就是十万八千里 跟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 想拉多长,拉多长 先准备500克的面粉 加入3克的盐 盐可以入一下底味 也可以增加面条的筋性 加入230克的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多揉多搓 把它活成一个光滑有筋性的面团 如果活不光滑的话 可以放一旁醒10分钟 然后再来继续活 也可以像我这样偷懒 直接丢到面包机里面让它去搅 这样可以增加它的筋性 活好后面团比较大 这是一斤的面团 我们把它分成三份 等会比较好操作 分好后取其中的一份 先把表面给它滚圆搓光滑 再把它整理成像视频中这样 稍稍的长一点点 用擀面杖在上面先轻轻的压一压 稍稍压扁 最后把它擀成长条形 只需要把面团揉到位 这样擀起来是非常的轻松的 如果你的面团在擀的过程中会回缩 那模式就表明需要松弛一会儿 最后擀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啦 盘子的底部多刷上一些油 我们今天的这个拉面的做法 也非常的适合 用来做早餐 晚上的时候先把这个步骤准备好 早上起来轻轻一拉即可 每一层之间都要刷上适量的食用油 别让它们粘连在一起 最后表面也是用油刷一遍把它封住 盖上保鲜膜静置一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啦 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点西红柿横速 切上几刀把它切成十字花刀 最后放到切成西红柿小丁 锅中油热先下入几片姜片炒香 再放入西红柿丁 把西红柿炒软炒出汁水 加入适量的清水可以转小火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面 现在的面它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 所以我们轻轻一点顺势把它拿在手里 它的韧性和柔软度可以达到和外面买的绘面皮一样 再开始用刀把它切成这样的小长条 把它切成长条等会我们拉起来就会更加的得心运手 我现在就是随便取一根给大家做示范看一下 只需要这样轻轻的拉住两头随便一撑 就已经无边无际跑到镜头外面去了 拉起来超级超级的轻松 而且延展性也非常的好 你说这样的面条拉起来是不是超级的省事 当然这个拉不是让你猛的一拉 你看一下就像视频中这样 你只需要轻轻的一拉它就会变得很长很长 这样就可以做到你想拉多细就拉多细 想拉多长就拉多长 一根面条它可以拉到它原来长度的十倍长都不止 拉到一起像这样 你不用担心它会粘连 它是有油的放在水里 一煮它就会开了 你也可以直接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它拽到锅里 这个过程即使你是一个轻松小白也可以轻松完成 看一下下锅后随便搅一搅它就已经开了 而且拉好的面条也极漂亮 筋性十足 加入适量的盐 味精一点点生抽 把锅中重新沸腾后再继续煮上个两三分钟 两三分钟后加入一把自己喜欢的青菜 打入两个蛋液 稍微搅动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好的面条真的是太漂亮了 唯一的一点坏处就是在拉长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拽开 这样就会猴子吃面好唱面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方法特别的适合用来做长寿面 撒上适量的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贼漂亮 挑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筋性十足 而且根根搓絮筋匀非常的漂亮 又光滑不会色色的 这样做好的面条就特别的好吃 赶紧安排起来试试吧 拜拜 by bwd6